2022年上半年 国产品牌安踏营收259.65亿 首次超过Nike中国 Adidas中国 安踏的这一壮举 得归功于安踏一路买买买的收购策略 你知道安踏旗下究竟有多少品牌吗 今天我们就用两分钟来盘一盘安踏的收购之路啊 2009年 安踏资3.32亿元 收购时尚运动品牌Fila中国区业务 当时的Fila已连续亏损近5000万 经过10年运营 营收达到65.37亿 相比2018年上涨80% 在2020年的时候 Fila的手艺首次超过安踏品牌 成为了安踏旗下主打时尚运动的王牌 2015年 安踏收购了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市场的运动休闲鞋品牌 斯潘迪 紧接着在2016年 安踏体育赤资1.5亿 与迪桑特子公司和伊腾中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迪桑特集团总部位于日本 拥有80年历史 吸共滑雪 跑步等高端运动装备产品 但这里要注意了 实际上安踏不是拥有整个迪桑特 收购的是迪桑特在中国去独家经营 产品设计 销售及分销的业务 2017年 安踏收购了1973年创立的韩国高端户外品牌 可龙 同样也是成立的合资企业 授予安踏在中国独家经营权 迪桑特和可龙这两张安踏的户外牌业务一片大好 比如迪桑特在中国的门店数量 就从开始的21家已经到达182家 为了深化同装市场的多品牌策略 安踏又收购了同装休闲品牌 小笑牛 2019年 安踏做了一件轰动整个行业的大动作 安踏及腾讯等投资者 以46亿欧元完成对Armor Sports亚马芬体育的收购 Armor Sports是位于芬兰的全球体育用品公司 旗下拥有两个大家而说能详的大咖及户外品牌 十足鸟和萨罗蒙 十足鸟的冲锋衣 与萨罗蒙的越野鞋 甚至成为了当代潮人衣柜中必备的两大产品 除此之外 还拥有成为NBA合作伙伴的球类品牌 Wilson等一众专业的运动服饰和机械品牌 说过Armor Sports是安踏开启全球化的第一步 安踏超过Nike中国的傲人成绩 并没有计算Armor Sports在内 话说 安踏集团旗下的这些品牌 你都买过哪些呢